5月23日,美国加紧西泰地区军事部署 妄图拉拢日本菲律宾包围台海 美军机首次降落日本与纳国岛 距我国台湾岛仅110公里 美飞海军陆战队还登上菲律宾北部 马武利斯岛,部署雷达和无人机 美军加紧西泰部署 妄图拉日本菲律宾包围台海 但是美国真会不惜为台湾卷入大国战争吗 台湾不过是美国对大陆的耗材 哪有大国为耗材而战的 5月24日,解放军东部战区 在为台岛周围展开了联合力舰2024A演习 进行岛链内外一体联动 检验联合夺权,联合打击 要预战控能力 目标毁台独支撑柱 台独大本营,断台独输血管 东部战区发布了打独六字诀 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联合推进 禁为所击毁断 这就是斩断台独与外界的物流动脉 使之陷入孤岛,进而瓮中捉鳖 这次军演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打掉赖清德等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 掌链本期两岸供应链 且从军事物流与供应链角度扼要分析 首次封岛演习打断第一岛链 此次演习中,东部战区首次提出了 岛链内外一体联动的概念 不仅要疯困台独分子 还计划将火力打击范围从台岛及其周边 扩列到台岛东部 西太平洋深处的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 这一举措旨在阻止外部势力的干涉 这无疑是对美国提出的第一第二岛链概念的强有力回击 展示了中国大陆在应对区域内外安全挑战方面的决心和能力 这次演习不仅是对台独势力的威慑 也是对美方干涉行动的明确警告 显示了中国在维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的坚定立场 此举也解释了台湾省新任领导赖清德在520讲话中 大肆旺称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并称台湾是我们国家的名称 一上任就迫不及待的暴露出台独的真面目 态度极其嚣张,主张更加激进 然而现实是国际社会普遍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大陆与台湾共属于一个中国才是真正的台海现状 这次环台军演的名称本身就透露出许多信息 2023年的军演被命名为联合利剑 而这次军演则命名为联合利剑2024A 从这个A字母来看 接下来可能还会有B、C等系列演习 这或许意味着在2024年将会有更多针对台独势力的环台军演 断能源动脉让孤岛能源锻炼 此次军演展示了解放军封锁台湾的能力 同时台湾在这场军演中的表现也暴露出了其弱点 即在全面封锁下的脆弱性 台湾岛四面环海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一旦被封锁 将立即成为一座孤岛 若封锁台湾的航运、贸易和空中通道 岛内的重要资源如石油和天然气等将会被立即切断 对于高度依赖出口经济的台湾来说 即使不采取极端措施 对当局对当前局势的担忧 也足以引发台独分子内部的焦虑和不安 台湾省工商时报指出 截至2023年台湾省76%的能源依赖进口 在赖清德上任前后 正准备推动五大信赖产业 向前发展的同时 各地却频繁发生停电事故 这些事故是由于缺电 还是电力供应和供电系统韧性不足引起的 民进党当局一贯的说法是 台湾省不缺电 被转容量率至少有10%到15% 无论跳电的原因是什么 停电的事实确实存在 2023年 台湾省同样面临电力供应和能源短缺的问题 在赖清德上任前后的几个月内 多次停电事件 对公众生活和高科技产业都造成了影响 台湾省电力公司强调 尽管被转容量率达焦 意外事故和系统韧性不足 依然导致了频繁的停电事件 特别是在夏季用电高峰期 电力需求的增加进一步暴露了 台湾省电力供应系统的脆弱性 台积电是台湾省高科技产业的重要支柱 其电力消耗逐年增加 台积电的电力消耗 占全台电力的比例 从2017年的4.36% 上升至2022年的7.54% 随着更高精密制度的比重增加 预计未来的能源消耗仍将快速增长 断芯片空运 打半导体供应链 在2024年5月23日 与中国解放军进行的军事演习期间 台湾省周边的航班有明显减少 具体来说 台湾省民航部门统计 超过200个航班受到了影响 多个国际航班被迫改到或取消 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军 有能力切断台湾省的航空运输 截至2024年 台湾省共有8家民用航空运输公司 其中中华航空 长荣航空 台湾省虎航及新宇航空 等4家航空公司 专营国际航线 而华信航空及绿航空 而华信航空及利荣航空 同时经营国际及国内航线 德安航空公司 经营离岛偏远的航线 而直升机运输业务 由德安及林天两家航空公司经营 截至2024年 台湾省已与57个国家或地区签署航约 在台湾地区运营国际 及两岸定期航线的航空公司 有台湾地区航空公司6家 外籍航空公司70家 及大陆航空公司16家 台湾省航空目前经营国际定期 客运航运158条 货运航线115条 连接全球117个城市 中华航运在2023年的货运营收 为新台币327.7亿元 同比增长36% 截至2024年第一季度 中华航运的货运营收 为新台币105亿元 同比增长34% 随着全球海运和空运需求的变化 预计全年货运营收 将继续保持强劲增长 长荣航空在2023年的货运营收 为新台币850亿元 同比增长70% 这主要归因于货运需求增加 和公司优化货运服务 截至2024年第一季度 长荣航空的货运营收 为新台币255亿元 同比增长68% 中华航运与台积电 自2023年初开始合作 并将在2024年继续合作 中华航空主要负责运输高端半导体产品 和制造设备 在2023年 中华航空运输了约12万公吨的半导体产品 和相关设备 截至2024年的第一季度 运输量已达到35000公吨 并预计全球将继续增长 长荣航空与联发科和日月光半导体 在2023年中期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 长荣航空主要运输IC芯片 电子元件和相关生产设备 2023年 长荣航空的运输量约为15万公吨 截至2024年第一季度 运输量为4.5万公吨 预计全年将继续增长 断海运动脉 瘫痪外贸物流 海运在台湾省进出口的占比高达97% 这表明海运在台湾省的经济活动中 占据了关键地位 台湾省拥有一些全球知名的海运公司 他们在全球航运市场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以下是几家主要的台湾 以下是几家主要的台湾省海运公司 长荣海运 阳明海运 万海航运 在2024年5月23日解放军进行的军事演习期间 班省的海运业务受到了显著影响 据报道 这次军事演习导致台湾省多个航运公司 被迫调整或停止航线 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军 有能力完全控制台湾省的海运物流 由于演习区域包括台湾省周边海域 长荣海运的多条国际航线被迫改道 导致货物运输延误 导致货物运输延误 阳明海运也受到严重影响 部分船只被迫延迟或改变航线 以避开演习区域 万海航运的船只同样受到了干扰 部分航次取消或重新安排 这次军事演习导致台湾省周边海域的物流运输 出现大规模中断 涉及的船只数量超过50艘 直接影响了超过30个航次的正常运营 台湾省港口的进出口货物处理量 因此显著减少 对台湾省经济造成了短期的冲击 长荣海运是台湾省最大的集装箱运输公司之一 拥有超过150艘集装船箱 主要航线覆盖东亚到北美 中美洲 欧洲 地中海 以及亚洲内部的航线 2023年 长荣海运的货运量为164万TEU 2024年第一季度 长荣海运报告货运量为180万TEU 尽管与去年同期相比略有下降 但其收入和利润大幅增长 阳明海运是台湾省另一家大型海运公司 2023年 阳明海运的货运量为70万TEU 运营覆盖广泛的全球航线 2024年第一季度 阳明海运的货运量为72万TEU 继续稳居台湾省第二大集装箱运输公司的地位 随着市场需求的恢复和新航线的开通 预计全年货运量将进一步增长 万海航运主要是运营区域内和进阳航线 服务网络包括东南亚、印度次大陆、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和中东地区 2023年 万海航运的货运量为48万TEU 具有很强的区域竞争力 2024年第一季度 万海航运的货运量为50万TEU 主要运营亚洲内部和进阳航线 随着区域经济的复苏 万海航线的货运量预计将稳步增长 随着新船的加入和自动化码头的启用 台湾省主要海运公司在2024年的货运量预计将进一步增加 例如位于高雄的7号自动化码头 在2024年全面启动后 预计每年处理量可达650万TEU 这些公司在全球航运市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为台湾省的进出口贸易提供了主要的物流支持 未来局势 台湾链主加速转链掏空 不仅仅是解放军军演的影响 早在两年前 一些企业决定外迁 以降低风险和确保业务连续性 例如台积电为了减少对大陆市场依赖 并应对区域紧张局势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设了一个新的晶圆厂 并计划在日本设立研发中心和制造设施 富士康则将部分生产线转移到印度和越南 以分散生产风险和应对中美贸易紧张 及区域安全威胁 此外 伪创资通也在印度扩大了其制造能力 以满足全球客户的需求 并减少对台湾省和中国大陆的依赖 2023年4月的军事演习期间 台湾省与全球市场的航线和海运航线多次中断 影响了数百个航班和货运航班的正常运营 外资企业对台湾省的安全环境表示担忧 投资信心下降 从而推动一些高科技企业考虑将部分生产线 或业务转移到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 进一步架空台湾半岛体供应链 美国现在担心不是台湾省 反而担心中国是否会获得台湾省先进技术 据彭博社报道 美国政府官员私下向荷兰和台湾省暗示了担忧 担心如果中国获取了台湾岛的EUV 全球大多数先进半导体的生产将会受到影响 台湾地区一位部长表示 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尔和台积电 有能力停止最先进的芯片制造设备的运作 也就是说可以让EUV微影设备终止运转 荷兰的阿斯麦尔公司为台积电提供了EUV机器 这使得台湾省能够生产当今最强大最节能的芯片 包括英伟达公司的AI加速器 台积电高级副总裁张凯文周四在新竹表示 目前全球99%的人工智能加速器 都是由台积电生产的 在新竹中的芯片制造设备